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8号演播厅 此刻河南卫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 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 郑州战的比赛 欢迎大家的光临 这是进入2020赛季 武林峰首场电视直播 也是全球搏击赛事当中 第一场电视直播 这一刻我们终于等到了 我很激动 你们哪 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 应该说在2020这个极其特殊的年份里 武林峰用一场场精彩的搏击赛事 提振士气 鼓舞人心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更加向往 今天晚上更是星光璀璨 名将云集 现在请准备好 你们的掌声 呐喊声 欢迎勇士们 闪耀登场 首先登场的是 六十公斤级冠军挑战赛 挑战者 小雷公 王军 超级新人坊 金甲战神 杨明 六十五公斤 冠军挑战赛 挑战者 擂台暴君 潘家军 超级新人坊 攀登者 孟高峰 七十公斤冠军挑战赛 挑战者 李杰胜 超级新人坊 小西朵 欧阳凤 七十五公斤冠军挑战赛 挑战者 野狼 脚覆 超级新人王 大魔王 李慧 超级明星战 谭小凤 世界冠军 威风少侠张 盖 超级明星战 WKO 周级新腰带拥有着吉祥 波及世界冠军 总冠军 神鹰 加傲气 超级明星战 世界泰拳冠军 恶爆 罗彩 世界冠军 中国队长 成风刀放 免疫 现在还没有开打 只是让我们听到这一串串 相亮的名字 就让人心潮澎湃 现在请全体起立 奏国歌 请坐下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台上台下 我们不同时期的 中国散打界 包括今天台下就坐的 只动口不动手的四身方便在内 我们散打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 齐聚武林峰的擂台 这是多么罕见的一个事情 竟然发生在我们的面前 另外我们的超级新人王 四位新进王者 同时迎接挑战 这样的阵容 跟过年似的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告诉我 来吧 做好准备 广告之后 开战 开战 这次 我们下期见 最后一块拼图 是武林巨镇的最后一块拼图 武林新一代全新上线 我宣布 武林新一代全新赛季 正式启动 这里是追逐梦想的试炼战场 这里是捍卫荣誉的传奇学院 五条金腰带 八十名格斗翘楚 五个月的浴血四杀 一腕全迷的翘首一带 每周日晚22点40分 武林新一代全新赛季 给你青春的力量 今年五月 今年五月武林峰应该是说 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按下了赛事启动键 我们的超级新人王 超级王长赛 两大赛事引发了全球格斗界的关注 今天我们超级新人王 四位新近的王者同时接受挑战 我们现在先来通过一部短片 来回顾一下新人王大赛的精彩历程 这是一群热爱搏击的年轻人 这是一次从未有过的擂台搏杀 一百五十多天的敖战 七十五场的较量 四十名中国优秀搏击选手 共同铸就了2020世界格斗界令人瞩目的一场赛事 WLL 中国超级新人王赛 这是中国自由搏击力量多年来不曾有过的一次集中比拼 更是在冰与火的淬炼中 中国新生代搏击力量全面崛起 五条金腰带横空出世 一个新时代由此开始 杨明 小组赛 杨明先后战胜赵战士 赵江峰 薛深镇 以小组第一竞技 半决赛战胜金虎 决赛中再次战胜赵江峰 五战全胜 成功举起金腰带 喜欢擂台上的掌声 就要承受台下的汗水 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我是杨明 郑军峰 小组赛 郑军峰先后战胜王万里 极夺一部 刘春瑞 三战全胜获得A组第一 半决赛 轻松战胜张军 决赛与B组第一 王志伟狭路相逢 郑军峰没有给对手丝毫机会 将金腰带收入囊中 我怕万人阻挡 就怕自己投降 不去征服别人 而是征服自己 我是郑军峰 孟高峰 孟高峰的小组赛并不平坦 战胜白历帅 孔德祥后 赋予了擂台暴君 潘家运 以小组第二晋级半决赛 此后他越战越勇 半决赛战胜 峨眉少侠赵传林 决赛成功复仇潘家运 迎来人生巅峰时刻 满怀希望就会所向披靡 若梦想到了路上 永远的贪能力 我是孟高峰 欧阳峰 欧阳峰 撑得上这次比赛的一匹超级黑马 小组赛战胜浪子宋少秋 TKO吴雪松 不战而胜浦东东 半决赛战胜吉祥 决赛TKO宋少秋 联克两位种子选手 获得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条金腰带 我的心中满怀世界的舞台 我想做到 撼动世界70公斤级的中国力量 我是欧阳峰 李辉 这是李辉辉煌的一年 首战立刻种子选手冯兴礼 再胜阳光后 小组赛最后一场成功复仇徐元庆 小组第一晋级 半决赛TKO吴思汗 决赛战胜五菱龙中队 四中量级金腰带得主丁蒙 超级新人王金腰带 非他莫属 每一个前进的脚印 都有我拼搏的血汗 不经一番寒撤骨 整得梅花护笔香 我是李辉 一部短片 看到人们热血沸腾 这是在特殊年份里面的 这样一个爆款赛事 同时也是中国搏击 新力量的崛起 今天我们继续向中国搏击致敬 今天晚上我提醒大家 每一场比赛都不容错过 首先是60公斤级的冠军挑战赛 挑战者 挑战者代表了上海新武搏击俱乐部 一位一过儿立之年 一位特别令人敬佩的老炮级的选手 尽管他由散打转型自由搏击 并没有成就一种特别惊艳的这样一个战绩 但是我相信武术已经成为了他的信仰 他用他的实际行动 向人们传递了一种精神 这才是真正的武德 我们有请小雷贡 王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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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父亲对于武林峰的钟爱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搏击之路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2020 他终于守得云开剑月鸣 迎来了他的高光时刻 如今呢 他身批武林峰超级新人王 以及IPCC中国区两条金腰带 以及七连贯的战绩 走上新的征程 我们有请金甲战神 杨明 明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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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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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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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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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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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傅高峰的時候 傅高峰體重是78.4公斤 羅燦是78.8公斤 這個傅高峰 肌腹拳特別的重 飛機 傅高峰比較著急 還是要找對方的空檔 勾拳 掃腿 剛剛在短片當中 大家又回顧了一下傅高峰 在武林峰的一個成長的歷程 對 今年也是剛剛打了一場 武林隆中隊的比賽 一個跨界 對 獲得了比賽 很重 但你看羅燦 他一定是對傅高峰有所研究 他的這個報價非常的嚴謹 因為他知道這個 傅高峰這個拳法很重啊 搞掃 動作有點慢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個是張濤教練 因為最近 背戰這個比賽 傅高峰是在珠海對戰的 好 撞到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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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這個時候傅高峰還是沒有找到這個 拳法的這種感覺啊 就安身 手拉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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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沒事 一動一動一動 手拉起來 下把劍了 沒事 沒事 能不能打開對方的防守呢 能不能打穿他 對方的中掌很重 正跟腿 傅高峰不要著急 很耐心地尋找這種戰績 哦 這個奪產漂亮 剛才幾技的這個掃腿 接到掃腿以後都沒有做成功這個摔法 其實對方的這個 第一回合還有最後10秒 對方的這個力量 哦 哇 這個轉身的後面拳有命中 波峰不要著急 高 捏了一把汗 對 剛才這個轉身的後面拳其實有擊中啊 對 確實有擊中 其實羅燦 其實他屬於這個力量型的運動員 而看今天的比賽 羅燦對傅高峰是有著足夠的了解的 但是傅高峰對羅燦似乎這個 好像有點低估了 對 對 對方確實是泰拳系的選手 啟動比較慢 但是他呢防守比較嚴謹 也是因為對傅高峰的這個拳法有所 好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的比賽 好 好 又光滑 很重啊 擺拳 打到這個防守的拳套上 雖然是打到防守拳套上 我们依然能够感到特别强 扫头加了一个后白底 对 但是这个好像距离没有特别的合适 是 好的 我说我躲得也快 对 没事 罗灿 没事 罗灿 罗灿笑了一笑 没问题 肌腹 对方的抗击打能力确实很优秀 是 因为我们从第一回合 对方的拳打到这个恶爆罗灿的身上 就有种打不穿的感觉 是 虽然我们看到 蓝方选手罗灿 他的这个应该是左肋下面也有红 对 扫腿踢到了 好 福尔会慢慢的找到了一点点进攻的感觉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着急 通过步伐的移动来让对方出现更多的落动 全摆全的撤裁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罗灿的他的一个教练团队 是 看到那个是张泽正吗 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是小川 这一波节奏挺快的 这一波节奏挺快的 这个时候福尔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被动 还不能着急 对 但是似乎好像体能有一点点问题了 高峰加油 我们蓝方选手罗灿 全场拿起来 他有样子需要抓住这个机会的 罗灿今天打得很聪明是因为他一直在往前走 打得比较明 对 对 就是这种的打法 是 这个得让中国队长福高峰适应一下 就是稍微有点难受啊 这个时候 对 连续的顶息 是 高峰 哦 就让人有点喘不过来气 对 哦 这个时候也让我们担心的是 福高峰的体能会不会飞飞 哦 有顶息 有顶到 哦 哦 博本加油啊 扫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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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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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要这个 估计是不允许的啊 提示了一次 对 博本一定要 哎呦 招下腿 也产生太大的效果 要控制一下控制一下 哎 哎 羅燦打得太牛了 是 就他打得很聪明是 因为他打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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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再走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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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 羅燦他的打法是 他 他没有那个间隙 是 就是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 他今天用的这个战术是对的 哦 他说 他知道了解不高分 能体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嗯 所以我就在不停的进攻嘛 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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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很敢出动作啊 对 手摔腿 顶膝 手摔腿 哦 哦 哦 这是一个底西斯达里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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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不管打中打不中 我就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是 這就是今天 羅燦的 一个 战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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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反击了 包吼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手拿高 哦 哦 哦 又是一个估计 第二回合了 第二次了 再出现一次就有波吼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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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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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这场比赛结果如何 哦 哦 哦 康复分会会长牛刘川先生 为两位颁奖 感谢两位 也祝贺 好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直播 大家没有看够是吧 一游未尽 没关系啊 每周六 每周六大家 锁定河南卫视 我们准时 河南卫视武林峰不见不散 下一周我特别提醒大家小虎铁英华刘亚宁的比赛不可错过 好 再见